我身后的这台就是全新的艾瑞泽E 这台车将在8月25日的时候上市 这次是一个抢线体验 它暂时还没公布出它的售价 不过我预估它的售价应该在11万左右 因为它的无论是NADT的续航里程 还有它整车的定位都与北汽的E500差不多的 北汽E500的价格是在10到12万 所以我猜它是11万左右 提到骑士电动车 我们总是有点陌生 它的名气没有什么北汽或者比亚迪那么大 但是我提到一款车型可能大家都熟悉了 那就是北汽的小蚂蚁400 这是一台在城市里非常常见的一款车型 它有着一个不错的续航 驾驶起来在城市里非常灵活 停车也方便 它的外观很讨年轻女孩子喜欢 不过它销量好 或者说更多人去买它的主要原因 并不是因为刚才说的那一切 而是因为它的售价只有6万块钱 你算一笔账 你买一台小蚂蚁开了6万公里 那么这台车基本就是白送了 因为汽油车一公里的行驶成本差不多就是1块钱 而这台Arizo E的售价 几乎是两台小蚂蚁的价格 那你花一倍的价格 能收获到一倍的体验吗 首先你将获得一台更大尺寸的车 没错 它比小蚂蚁多了车头也多了车屁股 你收获的就是安全 如果说小蚂蚁是一台更适合城市的车 那么Arizo你就可以上高速 可以参与一次京郊游 或者说是郊区游这么一个情况 因为小蚂蚁开上高速的话 说实话确实不太安全 因为车头和车尾都几乎是没有亏缩区 如果在高速被追尾 或者说你追尾到前车的时候 都会危及到驾驶员和乘客的生命安全 除此之外 这台车可以说是拥有了一个正常的主流的外观设计 可能老一些的人给家里孩子买车的时候 看到说他想买一台小蚂蚁 那肯定有点不开心 觉得那是个玩具 不是个车 但是这台Arizo E 不说它的外观好坏 但是它最起码看起来是一台正常的三项轿车 内饰方面相比小蚂蚁来说 它的提升更多的是空间方面 而且是一个质的提升 小蚂蚁的空间确实它是能坐四个人 但是坐满四个人的话 而且四个车舰的话 几乎是非常拥挤的 尤其是后排 但是这台车 虽然说它是一台紧凑型的轿车 不过它的空间相比小蚂蚁的提升来说 是非常非常大的 而且它是有后门的 乘客上下车也方便 以及它的储箱的空间也会更加的实用 这次Arizo E的试驾路线 是北京妙峰山的一段盘山公路 这台车的相比燃油车版本 可以说它在中低速加速非常好 尤其是像那种盘山公路 速度也不会太快 但是频繁的会加速 然后制动加速制动 这种过程中 我觉得电车相比燃油车 驾驶感受会更好 尤其是Arizo E相比Arizo GX那种燃油版的车型 相比小蚂蚁来说 这台车驾驶起来的提升 首先是续航 这台车NEDC测试的续航里程是401 可以说比小蚂蚁的续航要长那么一些 小蚂蚁如果说在城市里是非常有安全感的 但如果说你出了城市 可能它的续航里程会让你产生一些焦虑 但这台Arizo E几乎就没有这样的情况了 或者说能给你更强的安全感 而且它相比小蚂蚁来说 有更长的轴距 在经过一些不平路面 或者说是一些非常复杂颠簸 路况比较差的时候 它的底盘的绿韧性会比小蚂蚁更好 不过它的操控的灵活性以及停车 相比小蚂蚁来说就不如小蚂蚁那么好了 而且它的一些高速弯 比如说你在高速的盘桥 高速行驶的稳定性等等 我觉得它都是要优越小蚂蚁的 Arizo E它整体的驾驶感受还是不错的 因为这台车的底盘是在德国进行调教 行驶起来 以及还有它就是在山路这种连续的启停 极加速极减速以及变向 然后转这种小角度的弯 大角度的弯 都让你感觉这台车可控 而且开起来 也是比较 还是挺有激情 开惯了内燃机车型 你换成电动车 你会需要适应 因为它们的发力卸力方式 以及它们的设定 加速油管踏板的这种脚感都是不一样的 但是我开这台Arizo E的时候 就感觉这种感觉并不是那么明显 这台车整体的设定是很接近燃油车的 而且这台车的无论是驾驶模式 在ECO还是SPOT切换的时候 也不会 它的SPOT版本不会崩得非常紧 它的ECO模式也不会说油门踩跟没踩似的 整体动态调校也都是比较过关的 说这台车的不足 我开过Arizo GX 那台车的坐姿是可以放的比较低的 但是这台Arizo E整体的坐姿特别的高 让我觉得开起来不是很舒服 视野 我觉得有点便利 经过一天简单的体验之后 这台两台小蚂蚁售价的Arizo E 可以说值得这个价格 不过 有安全的时间的时间 也通过Arizo的市场上 竞争压力最大的 至于这台Arizo E能不能卖好呢 还是等着市场的验证吧